昨天 北京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 6月12号零时至十五时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3例 6月9日零时至十二日十五时 设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166例感染者 166例感染者中天堂超市酒吧 公体西路6号到访人员145例 酒吧工作人员2例 到访人员的续发关联人员19例 166例感染者涉及14个区和经开区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表示 北京朝阳区天堂超市酒吧规模聚集性疫情来时凶猛 防控难度超越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及上一波疫情 目前仍存在外溢扩散的风险 朝阳区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继续排查酒吧 KTV 网吧风险隐患和关联风险 加强生活性服务业从业者等群体的防疫管理 我们下橙iform有空地推动 直接证明吃